今天軍隊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非常的痛心 到目前為止 即使說今天你們的報告出來了 我相信全國人民 絕大多數人還是覺得匪夷所思 怎麼可能這個高士官 他會把兩條火線安全接頭 把兩條都接上去 為什麼 我們無法理解 所以本席還是希望 不論如何 這個調查屬於你們可以調查出來的部分 一定要協助檢方好好的釐清真正的真相 因為本席去碾箱的時候 黃船長的千金兩件事情耿耿於懷 第一 他們要真相 他們把電儀用紅包袋裝著還給我 告訴我說 我們什麼都不要 我們就是要真相 只有知道真相 爸爸才能夠安心的走 為了安息 不幸上升的黃船長 一定要給真相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他關心的是 為什麼是海巡署先去救他們 我們的國軍為什麼不理不才 有關於這個部分 是今天所有質詢裡面沒有處理的 所以我要讓部長看到 不只是這個物色事件我們要檢討 事後的處理問題也很大 你來看一下 這是熊山飛彈事件整個發生的時間表 我們把其中幾個重點 我們把他列出來以後 部長你看 幾個重點 第一個 我們很肯定海巡署 黃船長的千金說 他的哥哥 找了很久 才找到了手機 才可以聯絡 是他的哥哥跟媽媽 聯絡上媽媽跟海巡署報案的時候 他們才知道有人會去救他 所以海巡署最早是在9點13分的時候 接到報案 只有7分鐘的時間 海巡署就通報了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然後空情總隊開始分派任務 國家搜救指揮中心的飛機 在9點49分就起飛 這7分鐘的時間 海巡署迅速的有報國家搜救中心 而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也連續的動作 我們給他們肯定 這個系統 可是國軍的系統 你來看看 8點28分的時候 海軍司令指示派艦艇跟派海空搜索 你們去搜索什麼 剛剛告訴大家說 你們就是去搜索 看有沒有船難 有沒有船被不幸誤眾 結果 你們竟然在10點30分的記者會 接起會要去搜救的 你們的記者會還說沒有人傷亡 而你們是什麼時候才知道的 你們是在10點56分海巡署通報你們 你們這個時候接到通報 你看看 早上8點28分 空軍的飛機都起飛海空搜索 你們148分鐘之後才知道有船疑似爆炸 我們如果從海巡署通報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已經知道有船隻受到海難了 受到這個威脅傷害了 你們96分鐘以後才收到 最重要的是 國軍搜救中心派出搜救飛機之後 你們67分鐘 你們才知道 部長 嚴重性在哪裡 嚴重性在 你們國防部有沒有人在國軍搜救中心 有沒有人在國家搜救中心 有沒有 有沒有 有的 有 有三個協調官 是的 國防部派了三個協調官 在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這三個協調官做了什麼 部長 光這個部分 這是事後的調度 事後你們海軍司令 是在 是在指揮啊 所以事後的指揮 也是荒槍走板 不只是這個艦艇上面的物色 那麼匪夷所思 你們事後 竟然比不上海巡俗 你們的飛機出去收救為什麼會收不到 你們的艦艇為什麼會那麼晚 你們十點半 國家搜救中心已經知道的事情 為什麼協調官沒有回報 整個系統都有問題 謝謝 部長 如果今天部長 你已經上台半年 我們會讓你要求你下台 可是今天因為您才上台 一個多月 我們知道 這個時候 要由你來負政治責任 榮獲有所不妥 所以我要讓部長知道 整個國軍要招公信 我們國家的命運在你們的手中 是的 你們徹徹底底 從指揮體系 一直到第一線 出了這麼嚴重的問題 我希望部長 你就把 你就把 留下來的忍辱負重 就把 如果今天總統 希望你留下來 就忍辱負重的 做出成績 對全民有所交代 謝謝委員工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的國軍還是可以信賴的 國家的命運在國軍的手中 你就拍胸脯 做到 讓我們信賴你 好不好 我一定全力以赴 另外就是承諾大家 國賠不要走到司法 這個是我們絕對不容的 盡速地把它完成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下一位 我們請劉司法